有关法法经的修学与净土法门的关系 好 把一跟二把它练完 一 如何将一心三观和往生净土相结合 二 当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受用种种依正庄严时 是我们的心性理据的 还是阿弥陀佛无量节来 积功累得所成 这个一心三观跟往生净土的关系我们解释一下 净土法门有两个重点 一个叫做练佛 一个叫往生 讲一句白话就是怎么样建立佛号 第二个怎么样引导佛号 把这个佛号怎么样导回净土 当然我们一开始先建立佛号就靠信心 我们一开始观照我业障深重 阿弥陀佛的佛号万德庄严 那怎么办呢 没事 我业障中心没事 我呢 通身靠道 我把我的身口意 靠在这个佛号上 当然 那谁是阿弥陀佛呢 当然因身嘛 就是你自己创造一个声音 一记彌陀 念诵听 创造音声 再听回去 那你就是把心靠在佛 佛陀上面 那么这样子我们说 哦 你已经会念佛了 你心中已经出现了一道阿弥陀佛的功德 那做的第二件事是什么呢 想办法把这个佛号导归净土 因为佛号本身没有方向 就是心做心事 在净土中最核心的思想 似心做佛 似心是佛 似心做净土 似心是净土 就是 你的心态往哪里走 佛号就跟着你走 大义就是这样 似心做说博 似心做说 似心做说博 似心是说博 那么我们一般人 就是你无量节的 十字今日 你如果没有调整你的心态 如果你们猜猜看 你的心灰往哪里走 如果说我学佛以后 我都没看经典 我就练佛 这个佛号先拿开 这个资料先拿开 就是说 如果你学佛以后 你什么经都没有学 你心态都没有调整 你认为你这个心灰往哪里走 你认为 会往说博世界走 还是会进主走 进主走 一定往说博世界走 没有守进去 除非你趁愿再来 所以很多人是怎么样 只会练佛 不会往生 简单讲就是这样 因为他没有 宴尼苏博心求极乐 各位 宴尼苏博心求极乐 是要调整心态的 你什么都不调整 你就是贪恋苏博 你什么都没有做 那你就是跟过去生一样 这个水流 它无量节来 是往苏博世界跑 你什么都没做 那他继续往苏博世界跑 就是诸法因缘生就是这样 所以我们必须 透过一心三观来改变它 只是 来 差别在哪里了 我们看假观 看实如是 实如是呢 从净土中的角度 我们要创造对净土的因缘 就是我们来生 这个心要往净土跑 第一个 相状 我们前面讲到成佛 是 把本经的 这个所谓的经文 智慧像 佛陀的功德像 放到这个像 那么这一段的相状呢 是 单单是 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 一正庄严像 那相状在那里 当然日常生活没有啊 从阿弥陀经 无量守经 观经 种种净土的经论 想办法找到你相应的依报 以报比方说大地庄严 宝树庄严 楼阁庄严 把它放在心中 功德呢 有安乐的功德 解脱的功德 那么你把这种相状 功德相呢 放在心中呢 在不断地欣喜 不失一心 不失一变 让你这个内在的相变成信 成就信节 随喜发愿 你产生信心 这个功德 我一定可以做到 而且我一定要往生 这个时候 产生了极乐世界的 往生的善根的体 产生往生的 感应道教的功能 感应的作用 最后产生往生的正因 再配合佛号的助言 变成极乐世界的果根报 那最后不离开一念信心 方法一样 把这个所言的相状 改成极乐世界的一报正报 各位 正常人 正常人 使有恋佛 是不会往生的 我说 我虽然没有了解 这个 经典 但是我人生吃很多痛苦 我有没有可能 从人生经验的痛苦 来激发我往生的力量 不够 因为你今天所传到的痛苦 不是透过理官 是从人生经验 你只知道 人道的痛苦 你知道朱天的痛苦吗 你知道三昧 那种四常天的痛苦吗 你不知道 所以 你说 我透过人生经验的痛苦 那是苦地的一小部分 一小部分 所以你厌离的娑婆 不全面 你可能厌离一些 给你痛苦经验的娑婆 你绝大部分的娑婆世界 你是没办法厌离的 诸位 什么叫厌离说婆 不是厌离人道 厌离三界 哪是厌离人道呢 那么简单呢 就算你去过 你也忘掉了 所以你千万不能靠人生经验 去厌离说婆 因为他不全面 你人生就在 你今生就在 人道里面活动 是吧 你凭什么厌离诸天呢 所以不能靠人生经验 但是你今儿修官 诸行无常 是圣灭 圣灭灭 情灭为的 诸行无常是 三界都是不 不安稳的 你可以全面的厌离 所以理官的好处 放诸四海皆准 生命的经验 是片断的 你心中只要厌离不完全 你就有漏洞 你的佛号 有可能会往生到 你疏忽的 你没有厌离的那一块去了 这个就是你 进主中很多的大漏洞 就是他完全不修理官 他对受博世界的痛苦 完全来自于人生经验 如果这样子可以行的话 佛头就不要 不要讲其他经典了 就告诉你 练一句佛话就好了 那你这样子 你只会练佛 但是你不一定会往生 当然有例外 有例外 这个人过去生的善根太强 就像六祖大使一样 他今生没有修 但是这种是牵连的冰山血年 他善根太强 稍微听到一点东西 他把过去的善根启动起来 他可以全方位的燕尼索婆 他能够文一之百 他看到人生痛苦 他就能够有此列推 三千多痛苦 但我要提醒你 这种人是少数 少数 你有办法有此列推人少数 我经常这样讲 不要老是把自己 观想成六祖大使 何以六祖大使 他也没写 中国国家两千年 才出一个六祖大使 绝大部分人 都是通过文师修 修起来 谁是六祖大使 你那么幸运 是吧 就是说 你要务实地面对自己 你有这个问题 你有这个漏洞 你就要调整 从十二阴眼的角度 我们今天是因为有业力 无秘言一行 然后照业 然后有爱举 我们对三界有爱举 又有业力 内阴外眼和合 都得这个国报 所以你要不调整 你的心态就是十二阴眼 你没有改变 你只是多一句佛号 就是说 你的心态还是 他念说婆 只是在他念说婆的心中 多一点佛号 还有你个人的 几十年的人生经验 你觉得这样子两立能够往生啊 不全面啊 所以这个理官的好处在哪里呢 理官修成以后啊 放诸四海皆准 一空一切空 一假一切假 因为理官是超越音言所生法 所以他能够符合所有的音言所生法 这跟你日常生活的体验不一样 doğ尽一样 所有的音乐 可以即 tri立 还准复 这个人